好 玩具TV第十七季第幾集 糟糕 我已經忘記了 不是八十九 一開始見到玩具型男嘉嘉 另外上次帶了四月推出的玩具 上星期開了不成 今星期補充票 這麼久呢? 對 整個月了 我沒有擁有 所以我不知道 就是印王 怎麼讀呢 是日文Hagani Works 還是英文 對不起 我也不夠亂說 這次的盒子的封面很搖 又有櫻花 是不是櫻花 沒錯 片櫻 反而 哎 專業的Walker 我不說 你可以抖一抖盒 每一次我們都會抖一抖盒 請你分享你的專業吧 沒有的 他又不只有他這樣做 不過我看下去為何會否塞 是呀 掉出來 因為已經爛了 是 時間爛了 爛的原因是因為它比較薄 因為真的很軟 因為其實紙的厚度 和它夠不夠爛 未必是同等的 是 即是紙 有靚的紙可以做到 即是這些粉灰 我們叫做 而你積極地想再拔爛這個盒子 未開過 即是進口紙和某地方的紙 即是質量上也有很大距離 即是靚的粉灰 有時就算它不太厚 都可以很難身 嗯 這個就是 相信不太靚 所以你感覺到它很軟身 嗯 我們招呼完盒子後 真的要做一個 close-up 給這次的主角 而刃王 其實這個 帝王萬能盒 它都衍生了不同的版本 今次這個印王 我自己覺得 設計是非常好的 是 而它這幾款 即是其實現在 Guzmano出的這幾款 主要都是來自於 當時和千值年 Crossover出的模型 嗯 但是在我角度來說 都OK 因為以前千值年 就出了一個很貴的合金版 就是 當然你有訂就不貴 千七 然後就炒到上去三四千元 OK 三四千元 直到Guzmano 和千值年 Crossover一起去做模型的時候 其實是開心了一下的 因為 你能夠用到二百多元 你也可以買到 就是幾千元的外觀 是 不要說我質素 OK 首先你得到了一個外觀 然後隔了不久之後 它就說 接下來你千頭 你就可以擁有了合金 而是這個造型 還要上色的版本 我個人來說是很開心的 然後它衍生 在這個帝王萬能俠 初期的造型裡面 也衍生了大概四個版本 沒錯 有一個像郊佳駕有火在後面 這個就是它的第二個版本 和模型一樣 也是模型的第二個版本 也是出這個 其實我自己來說 反而就著這個帝王萬能俠的衍生版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這個印王 因為它本身有一個很強的武者風 雖然有一個很日式的武者風 但本身也能保持到帝王萬能俠的外形 你一看就知道帝王萬能俠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把刀呢 這樣就變成了完全是 即是 即是 同一個 即是 同一隻雞可以有幾個不同的主法 其實在這個設計上面 你都會看到它 我覺得它很成功地把一些武將的元素 放進去 即是 即是 甚至乎 它在這款產品上面 除了本體的設計之外 它的一些場景上的配搭 都很多 即是 現在阿迪正在設計的主體 你會看到主體 頭其實它會用了一些比較 即是 你見到古代武將的頭盔 很多時候會加一些角 那麼 這個也加了兩隻角 上它的頭兩邊 然後 這個版本 即是帝王萬能俠 大家都不希望它本身有嘴 那麼它就加了一個 二人化的嘴 在上面 很大張的感覺 是的 就是徹底的大張風格 這個我是喜歡的 然後對眼睛 類似是吸了一個面具的那種眼睛 即是那些夾兜 以為不只是老張眼睛 是的 它將很多一些武將規格的元素 融入了下去 正如 胸口的高熱火焰板 其實也是新件 但是下半部你會看到 它用了一些 類似武將那些 有紮繩 紮著一個兜 然後兩邊有兩邊的 兩邊的 拉遠一點 是 你會看到兩邊類似是 有一些 顏色布在上面 蓋了兩個Layer 當然在現實中它是很長的 但是 它來到這個機械的版本 它縮斷了 因為可動的關係 也是 它想把它和高熱火焰板 是group 在一起 兩邊的肩膀也有造成一些 類似武者高達的肩膀 而這個肩膀也引伸到裙甲 你看到一些損色上面 你在鏡頭也看到 黑色去撞它的三個通的顏色 一個類似啤色的紅 然後加上 胸口的透明紅件 內架鋁打 肩膀的一些 一個比較暗紅少少的金屬紅 這算是會貴紅嗎 也算 它這個暗紅色 比較有現實感 真實感 沒有那麼卡通之類的感覺 我自己來說 反而就著這個紅色 我不是說它不漂亮 不過如果整個 要配合 例如說 架戰機 或高熱火焰板 那種紅色 我覺得深色就會 比較適合 不過這件事是無雙大瓦的 其實它現在的紅色 看上去有點像 先退了一些色的金屬紅 對 我也是 但是你仔細再去看一件事 你看這塊板 其實它很漂亮 它在紅色的部分 它不是說只有格仔紋 它在上面再曬了一個 類似一些 那些 怎樣說 類似一些 鐵的凹凸紋在上面 可能你 Dr.Doom那些面上的紋 鑄鐵紋 其實是很細心 你會看到它很細心 去做很多新的東西 在上面 除了肩甲 其實是裙甲 也是一樣的 它看到是用黑底 其實處理方法 跟這個肩甲一樣 用了這個很紮實的黑色 我又不可以說是金屬黑 就是燒光的金屬黑 那些比較複雜 對 挺漂亮的 其實整件東西 你會看到 雅色 金屬色 光澤色 等等等等 不同的組合 不過撞上去 我又不覺得很詫異和特顏 層次很豐富 其實我覺得賣點 都可以再鬆後一點 延伸 把大家帶回去 這個武將的時代 它就把背景也帶給大家 基本上你看到這樣的陣容 這把東西很重 稍後說 OK 這裏是紙的嗎 它是錶卡紙 對 是卡紙來的 本身都戒開了 做了一個屏風狀 當然 再華麗一點 你夠薑 你就把雕龍雕鳳在這邊 更精彩 上次看到類似什麼 應該是SIC海姆 SHF海姆 SHF海姆都有 SIC都有 SIC也有 然後就是Hot Hors 是小龍 類似這樣的屏風 看到本身就著人王的武器 連一張椅子加上兩個武器抬鎖 是非常棒的 大車輪裂火炮 和斬魔刀 連刀鎖 這個是建重不如再次介紹 整個是很棒的 就是這個展示 所以變成人王 即是用這個表達方法 用這個尺寸 沒有說話說 其實我覺得最棒的是 如果你有買了第一隻 的帝王萬俠 就是哈根 star的第一隻 帝王萬俠 其實兩個皆都有一張椅子 而他這兩張椅子 是兩個類似主將 例如上一隻帝王萬俠 那椅子坐起來 後就像一個魔王 這這就像 將軍在陣營之 處置在那裡 如果把兩個對作發現 其實是很棒的 有個合作類似是勇者的世界冠打武將的世界冠 你對錯的時候很棒 感覺很高大 騎士高大 沒錯 先看看武器 因為很出色 看看這把滅魔刀 好喜歡紫藍色 紫藍色漂亮之餘 我先看看一些字 不好意思 武神道積聚於死 雖然我不太知道他講什麼 每個字我都懂 但坦白說後面有幾個字我不是太了解 不過怎樣也好 非常搶鏡 藍色很漂亮 紫藍色也不合作 你看到他有做到那麼多黑紋在上面 其實他有滲到少許線 有即洗到少許的黑色仿古上去 他是一嘗試令到他想再出少許字的部分 這個也絕對做到 當然 而這把刀是剛才一開合令我很震驚的 金屬 這把刀竟然是合金刀 電道合金刀 有了不然 一會兒看看拿上手會不會有趣 老老實實 我又覺得未必一定是好事 可以看看刀章 刀餅 很有合金刀的味道 就是他的刀要做得很厚 不是流的 老老老 撐下去真是痛的 好 先入章 然後也不用說了 一定要大車輪烈火炮 這個就是全膠燕 可動醉焦 好 蛋箱 非常大的水口 甚至乎還有縮水 縮膠 這裏有輕微的縮膠 這裏有偷膠位 算了 這枝的設計是不錯的 但細節位置沒有那麼出色 坦白說 但紅色也是用肩甲 同樣是卡拉通 好 我又拿開這支 手拳型 基本上有六隻 拳頭兩個 張開手兩個 握武器兩個 總共六隻手 可動性就玩一玩 在未玩之前也順利說一說 其實本身 額頭飛機 你可以換回這個 長翼板 就變成正正經經的飛機模式 不過我不在這裏搞了 其實飛機 我一開始拿出來的時候 很討異 因為飛機的機頭很長 我一開始就想 這麼長 可以塞到頭上嗎 誰不知 你看 飛機頭很長 但飛機頭很小 麻煩阿滴拉低一點 他可以把這個機頭拆下去 直接插到軸體 可以插到頸子 可以插到喉嚨 真是胸口 真是你的意思 真的要再插下去 其實它露了一點這個機倉 更好 更漂亮 另外看到高熱火焰的造型 透明件外面有一個銀色打底 所以將內面的構造露出來 頭 本身你重視後頸 你也不要動得很厲害 但其實它也動得很厲害 當然的情況是向前 它主要用了頸來作擺動 沒錯 左右正常 不過我也不敢很大 尖尖尖尖位較多 我擔心會刮到 有少許彈底 另外 這位置應該可以看到 肩膊位的可動有一個波杯 有一個Fore Joint 扣住 不過 剛才聽到的聲音 就是這裏和肩膊玩的時候要留意 否則就會困到 其實這是一個進步 因為以前大那隻 千值年本身出的那隻 肩膊是沒有辦法上下動的 只可以前後的 當時那個版本 如果擁有的話 它有點類似縮頸 因為肩膊是長期托上去 而來到Good Spiral這版本 它將這裏作為3D 其實擺出來的狀態是自然多 甚至乎更漂亮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始終也有一個球形關節位置 當然 你說想原本把手放得這麼高 裝了那個甲是否能做到呢 不是說不可以的 另外正常的橫切 我猜想大家會比較容易看 它的關節流向 看到這裏有一個橫軸 不但前臂上都一樣可以左右扭 所以變成可動性來說 是不需要擔心的 還有很有型地特意加了一些鍊 感覺很粗獷 而且它的鍊是一環扣一環 還不是一條啤子出來的 真真正正的鐵鏈 還是膠鏈呢 這是什麼質感 我都不敢說 鐵的 應該是金屬 鐵的 鐵的 手就沒有特別 左右 另外 你見到前腕那裏 它都有做一個可動給你的 所以變成它不會靠 手臂的接駁位置來動 而是靠上腕 前腕的位置來上下動 腰分了兩節 都是一個波階 下面扣的一個波階 所以變成腰的扭擺 是可以挺高的 向前的話 留意這裏 你是困硬的 所以如果不想花的話 要小心點 幸好沒事 向後的話 極限就是到這裏 合格 剛才大家看到錯的姿勢 阿嘉都聰明了我 如果拆出來 可能大家會比較容易看 或者我嘗試一下這樣 大家會否看得清楚一點 都真的要拆 沒辦法 算了 為了令大家了解到它的內構 看到本身裙格是做了一個關節在這裏 前面同樣也有一個關節 兩節的 加上一個波杯 其實你剛才抹大大腿鎖的時候 你只需要這樣設定 就可以把大腿鎖好開 亦不會妨礙到它本身向前的鎖位做法 至於可動來說大家看到 是90度也不足夠的 向後亦然 而重點其實我不是想說這件事 我重點是想說 整隻鎖位最扣分就是這裏 可動超高 可動可以拿出來加高嗎 是不行的 似乎是金屬餅來的 是所以你不能教 所以這個位置應該是死症 最尷尬的是 它第一彈出的版本 是沒有這樣鬆 雙腳也很實質 所以我又不太明白 正常来说用卡位做出来的金属关节不会突然间松开 有时可能是它本身用来安装这件内件 它背后缩了一点水 差那几十C就差那几十C就不紧了 不过向上下就有问题 向左右是没问题的 大概是七十左右 七十五左右 基本上大家在家里很难抹得到的道数 正常人都很难抹得到的 不过 室关节依然是保持到很高的可动性 还有非常精彩地 这一个位置 可能大家黑色未必看得很清楚 见到是可动的 可动的原因是方便回到大腿的小腿位 让它完全夹住 一见到这个关节就想起 是在CAMICAL ATTACK的拿手好气的了 基本上每一款都是用类似的方法来处理小腿的 所以你看见小腿拉出来时 这一个摺位就会弹出来 这个是很棒的 脚就普通了 非常大的幅度 向前 向后都可以的 可动 大致上就这样了 又可以安装一些甲上去 而它的工具除了刚才两把很大的 还有 脚隔离 其实是安装了两把 协叉 短刀 其实都不短的了 当然你跟 你跟另外一把比较有点距离 这个长度 在那个年代应该是用来切腹用的 因为以前的人配一把长一把短短的那把切腹 没错 反而这把短短的已经那么长 当然 最精彩是把斩膜的 好 我都害怕的 再拔发一下 有点捱烟的 有点捱烟 其实都挺实的 其实看回它这个配色 银色也会转了一个类似冰蓝色的Tone OK 这个味道挺冷漠的 配合它的角色本身是 有威严一点的话 其实这个蓝色出来的表达很好 我先把肩膜扣起来 其实也挺想知道这几款是哪个设计师所设定的 是有特意写到还是 设计T-REX 协力千值年 制作chemical attack 版本洋一 厉害 真心厉害 好 最后 我怎么都要 拿一把 价钱 玩一玩 能不能够成功 握上手 厌跌呢 What a good question 公平一点 先拔它出来 安全一点 我都先放在手 其实来到看到那么多的时候 我好奇问一下 其实这件事是多少钱 我没有订 1000多元 我还没记得 还是保持着千头 因为我没记错 第一只是1280 而我当时 带那只炒过飞起的时候 我完全无悔地去订 我记得当时看到这只 是忘记了1000 加多几个 要比起 因为它的抽价也值 多了很多东西 但是 无奈我个人 就不接受有嘴的机械人 竟然 我不行的 所有有嘴的机械人 我全部都不行 除了天原突破 对天原突破的故事是无敌的 所以我没办法不接受 我是有爱的 对天原突破 它能持住一把剑 是 其实看着它持住一把剑 本身以为都蛮不可能 因为剑也蛮重的 是很重的 证明它的手关节是 比较OK的 主要是大腿 而且腰部都伸 我想说 我想是我中掌 因为这只脚 没有丢丢丢 有没有可以医的 当我关节这么松 它是金属饼 德哥你贡献给我 我回去拆一下 我拆完之后 下次就告诉大家 有什么方法 可以 我想腰部应该可以 因为腰部应该是波 但是大腿 真的要拆开才知道 通常是在不太紧的位置 放一些PVC片是OK的 但是真的要拆得出来 我之前在Facebook看到有人说 用螺丝胶 都可以的 但是 你在黏的时候 你就要一直移动它 哪有说话说 没有不举的 OK 没事 其实除了我这一只的大腿 如果用这个 拆完 舊的翅膀 可以的 因为你本身 刚刚拍到背部位 共通而已 所以我相信 混合其他东西一起玩 是可以的 那配合我还可以换回舊的头 是呀 是呀 现在想买了 OK 其实除了 如果我这一只的大腿 是松得妈妈也不认得之外 这一只我的评价是高的 因为无论QC 造工 外形 都真是一个很高的水准 好了 希望大家就不要中声 不要像德哥那样 拖来拖去 好 大家可以拉个软镜 跟大家说声 拜拜 稍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